哎你看 阿姨阿姨哎 别动我鞋事了 小心是碰瓷的 就是快别管他了 小心为额上 我 我骗他用饭呢 鸡血疼 阿姨您是饿着了吗 媳妇快拿三家饼 好 阿姨你等一下给你拿个饼吃 阿姨来这是甜的 来喝点水给噎着 阿姨好点了吗 要不再吃点 你家的饼 太好吃了 好吃吧 要不再给你拿点吧 不用了 我钱包丢了 我没钱 没事阿姨 不要钱不要钱 那个再给阿姨装点 好 阿姨没事 不收你的钱 你就吃吧 来起来 你们 能丢点钱吗 借钱 回吧回吧 这老太太骗吃骗喝也就算了 现在还骗钱 就是快走快走 要不给阿姨拿点吧 给十块 十块 这也不够啊 阿姨 这些钱 你拿着 这瓶水 这些吃的 你拿着 路上慢慢吃 走 咱们去那边 给你打轮车 谢谢你 太谢谢你了 女儿 这是那个舅子的人 那咱们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姑娘 还记得我吗 阿姨 您不愧是 钱又丢了吧 不是的 我们今天来呀 就是特意感谢你们的 那天要不是你们 我妈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哦 对了 这些钱 还给你们 不用了 这都是举手之了 你就拿着吧 姑娘 最后不见那个小伙子了 她呀 她身体 本来就不太好 前几天 病情又突然加重了 在家躺着呢 生病了 生病了 怎么不去医院呢 我们两口子 就挤着这个摊子赚钱呢 平时 也没有存款 孩子上学 房贷 都是开支 就选择 在家保守治疗 这点要控制控制 至于医院 阿姨就没敢去 姑娘 我在中心医院呀 正好有一个朋友 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 我带你们一起看看 真的吗 那 那医院那么好 这费用 我们怕是 你要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在你们付出善心的时候 就会有相应的善果 回报给你们 就像你们 在不认识我妈的情况下 依然愿意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帮助她 那我这个做女儿的 就应该竭尽所能 去回报你们 至于费用 你们就放心吧 事不宜止 我们赶紧走吧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谢谢 这都是应该的 赶紧走吧 不明之备 我是谁 我是谁 也无所谓 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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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